遇见建筑艺术 品味生活文化 听见建筑之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听见建筑之美的单元 你听过日本茶道 但是你知道吗 日本茶道其实有很深很深的故事在背后 刚才在说建筑这个部分 有介绍到日本非常特别的建筑 也就是茶室跟陆地 不过其实在日本喝茶的时候 有很多需要特别注意的礼仪 所以来到这个京都一趟 不妨就跟着这个日本人 一起学习一下茶道礼仪跟茶道文化 感受一下他很深奥的哲学 所以来到京都 到底要怎么样去体会这个茶室呢 今天在话旅行的阶段 就要来跟你分享 为你邀请到的是 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经济部的 詹一静Betty 来跟我们分享 欢迎Betty 大家好 是Betty讲到这个京都 应该是有非常多的茶室 对不对 对 其实他们的茶在很久以前 差不多在12世纪的时候 就有一个和尚叫龙溪带路到 把他带到日本这边 那刚开始的时候 他认为它是一个药 所以说 可是因为是和尚他希望把这个东西 广为宣传给大家 所以他们选择一个地方在鱼汁那边种了茶 所以说大家为什么之后就听到很多叫鱼汁茶 鱼汁茶 就是从那边开始的 对 所以讲到这个和尚把它带过去 一开始是认为要 可是后来呢 这个茶变成很有文化 对 很深奥的一个哲学 当时它是一个贵族之间的一个高级享受 就像英国那种下午茶 那也是当时日本也是贵族之间的这样 就是在休息的时候 然后品尝一下的一个活动 哦 了解了 所以但是呢 就是当时是贵族 可是后来慢慢延伸到 平民也可以来享受了 对不对 然后因为这茶跟那个金格寺银格寺寺庙是很有相关的 因为刚开始是由和尚开始在广为宣传 所以通常在一些比方说庆典的时候 像日本很有名的紫园祭 紫园祭 所以就七月的时候才会一个月左右的庆典 这当中里面有一个就是叫做 我们叫奉茶 它就献茶 献给神的一个茶 哦 了解了 然后还有就是说 因为他们的茶的文化非常地深厚 所以说在一般的小学 中学小学 他们的教育当中 有一门课程就是茶道 哇 从小就开始教他们怎么样去学礼仪啊 对 所以说他们会在学校里面去会有一些学习那个茶道 然后你到京都里面的话到处都有可以体验茶道的茶室 哦 去体验就比如说我们去那边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像某一些茶室去做预约的动作吗 对 然后就是要给一个小小的喝果子 哦 就是点心那样 然后再泡一杯抹茶给你喝 哦 那通常我们认为说 茶是那种叶子的 其实不是 日本的进度它有抹茶 就把它抹成粉 哦 就我们在那个电视上面可能会看到 比如说绿绿的 然后用一个很像那叫什么搅拌棒吗 不是那叫勺子 哦 勺子 很像扫把那种勺子 对对对 然后通常他们那个茶道它有两个流派 嗯 一个是礼签佳 一个表签佳 哦 那礼签佳的话它的礼数比较多 嗯 繁琐 哦 那表签佳比较简单 嗯 那你看它的茶道道具 呃 礼签佳比较鲜艳 哦 比较活泼 是 那表签佳就是比较朴素 哦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 然后他们在泡的时候在刷那个 碗啊 那个杯子旁边 通常是 呃 是刷二十下 二十哦有规定的哦 是不是一直刷一直刷 我还以为就是想说 而且它是 它不是刷底哦 嗯 它在上面把它打泡泡 哦 起泡 通常那个泡泡越多是越好喝 哦 原来是这样 如果你泡泡 呃 起泡比较比较多的话 就是比较 好喝 哦 然后就绿绿的 嗯 你会觉得绿绿的 然后喝起来很顺口 是 那如果你很 嗯 不会泡的人 你可能就是没有把它散开 对对对 所以喝到最后会一大堆 会粉在嘴巴 会很苦 对对对 那通常我们茶倒的时候 是要先吃甜点 哦 他们不是先喝茶哦 不是不是 嗯 它会在 它会 因为我们在泡茶间要先 呃 擦杯子 对 洗杯子 然后把它弄完之后 当它把它那一勺抹茶粉 放进去之后 它会倒水 热水吗 热水倒进去的时候 它会跟你讲说先用茶 哦 叫先用甜点 嗯 然后等你吃了之后 它泡完之后 当它弄好之后 就刚好你那个甜点 还在嘴巴里面 是 因为 那抹茶是很苦的 对对对 所以喝进去之后 会把刚才的甜跟苦 中和 啊 会很好喝 对对对 所以它有顺序 那一杯要三口喝完 哦三 怎么这么讲究啊 对 它们的规定就是要三口喝完 那喝到最后一口就要这样 要出声 对对对对对对 哦 我觉得很有趣耶 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耶 可是要给你杯子的时候是正面 正面 正面给你 对 那你要喝的时候要把正面移开 正面移开 对 不要说杯子正 最漂亮的是给客人 对 的那一面给客人 但是你要喝的时候 要把那个正最漂亮的地方给 给别人看 要给它移开 要转一下 再喝 哦 了解 但是你要还给它的时候 再转回来 还给对方 好讲究哦 就是一个礼节 是是是 可是抹茶就是在喝那个茶到的时候 就是慢慢的 嗯 慢慢的 就是要抗养身心 对 它就不只是只是喝茶 其实它也就这样修身养性的 这个含义在里面 对 而且他们的那个抹茶 它会用季节的时候 那个放个热水的地方 位置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呃 如果是夏天的话 不要热 嗯 它那个应该是煮热水的那个火 对 是高角的 哦 那如果是冬天的时候 它是放在那个地板上的 那线下去的那个一个 炉子 就是你的框框里面 嗯 对 对 然后 还有就是说 你吃的那甜点 嗯 今天下来是秋天 对 所以秋天的和果子 夏天 夏天的和果子 嗯 冬天 冬天的和果子 哇 每一个季节不一样 就是你会看到那个和果子 你就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 嗯 因为他们对季节很敏感 是是是 很讲究的耶 所以刚才讲到这个茶到 其实不只是喝茶本身 就连它周围 比如说热水摆的这个方式啊 还有甜点给的其实都很不一样 对不对 对 是 所以有没有推荐大家说来到这边 应该要怎么样规划他们的路线呢 呃 我是觉得说你可以 如果想要去吃那抹茶的话 可以到宇治 哦 宇治这个地方 从东京到宇治很近 差不多 呃 17分钟坐电车 哦 就可以到了 嗯 不然就到京都里面 其实在很多地方 嗯 他们都有那个茶室 比方说高台室也有啊 是 还有那个大德室 他们都有 嗯 可是你们要如果要去体验茶的话 你必须要先预约 哦 对 一个人差不多三千块左右吧 三千块日币吗 三千五日币左右 嗯嗯嗯 它就是一杯水 一杯抹茶 跟一个小点心 是 然后它就会带你从这个 像经过我们刚才讲到的陆地 其实这个陆地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一般中文讲的庭园造景嘛 对不对 对对 因为它陆地就是 因为他们茶道非常的发达 对啊 所以一定有很多 到处都很多陆地 嗯 所以陆地就是进入茶道的花园 会经过的地方 对对 ад吾 旁边都是有 嗯 小石啊 小石啊 数啊 对啊 对 对对 对对 就是这样的 对 然后经过这个陆地之后 走过去之后还要经过这个 比如说一些什么前石啊 什么汤筒石 他们很喜欢那什么青苔 青苔 绿色的那种 小小的青苔 我们叫 我们台湾没有 可是那要怎么讲 就是在地上 石子跟石子中间 那些小青苔 那不能给它踩下去 那很宝贵 是是是 所以一定要踩在石头上 我们以为是青苔就把它踩上来 对对对 所以他们很讲 就一定要踩在那个石头上 然后慢慢走进这个陆地 然后再进到最里面的地方 这个茶室 对而且茶室都矮矮的 对而且他们那种小石头呢 因为以前打战的时候 怕坏人来 你走在石头上一定有声音 对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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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水泥墙没听 没有声音吧 对像我们外面这个 都没有声音 那为什么那个寺庙都是那种小石头 就是怕敌人过来 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被杀了 不知道 是是是 所以你就要那种小石头 任何东西 所以用飞的 哈哈哈哈 小石头就七七四四都会走 对我声音 就告诉大家我来了 这样子 对有人来了 嗯嗯嗯 所以刚才走到这个茶室里面 他这样矮矮的 然后进去之后 会有那个专门的老师在带吗 比如说预约的这个课程的话 应该是有专门的人 然后有专门的老师 他们的负责人 他们泡给喝 嗯 对 是是是 就是欣赏风景 哦 呃 欣赏那个茶室旁边的陆地 是是 所以这个茶室 其实都是这样小小一间吧 好像也没有很大间的这种 没有很大间 都小小一间的 而且大家都挤在一边 哦 呃 如果是观光课用的话 大家知道搭观光课的脚会酸 他会让椅子给你坐 哦 那真正喝抹茶的话 是要跪着 跪着的 就像这个和氏文化一样 对 差不多跪个半个小时 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站起来 只说脚都麻了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茶室文化 真的是还蛮特别的 不过这个 呃 讲到来到京都这边 比如说 是不是也可以 就是如果我要去泡茶 也可以穿着和服去泡茶 或者是什么 可以啊 嗯 现在其实在京都的话 他们也是有那种变身 他们叫变身体验 哦变身体验 就是你本来穿那个 现代好了 一般正常的服 你就可以穿日本和服 那变身体验的话 基本上五千块日币以下就可以了 嗯 现在也有三千五又两千 对 就看你穿 你的 你是要化妆 你要头发要不要梳起来 对对对 或是你要穿什么衣服的种类 嗯 它价钱不一样 对 但是你五千块以内就够了 对啊 因为像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刚好就有去京都那边 然后就有体验那个穿和服 虽然那个穿起和服是蛮漂亮的 走在路上呢 也会有人会 就是说 诶可不可以拍个照这样的 对 但其实日本人 是不是日本人穿和服 一看就知道了 对不对 对 会看得出来 因为有时候 不习惯的人走路就会不习惯 对 因为他穿袜子夹住那个夹脚拖鞋 对 那很痛 对啊 然后还有就是说 你要走多远 嗯 对吗 价钱是不一样的 嗯 有的人他是会加那个人力车 哦 那就又不一样的价钱 有车夫载你去晃一晃的 就是 呃 就是比较说 如果是那个 呃 男女朋友的话 有的是男三个女生 他们都会换 嗯 然后坐在那个车夫 那个人力车上面 哦 然后只要绕一圈 嗯 一个小时都不知道多少钱 那是另外再支付 可是那种感 很有味道 对啊 不过现在 呃 他们也有在推 就是台湾的人 可以到那边结婚 哦 穿日式的 结婚的衣服 一整套 嗯 哇 我觉得那感觉还蛮不错的耶 对 所以这个讲到这个茶室文化 然后讲到这个和服文化 其实日本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呃 文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 对不对 那如果比如说来到我们这个 京都这个地方 如果想要吃东西 嗯 有没有就是 推荐的东西可以吃 如果 呃 你是指 就是来到 有点心吗 对对对 呃 像你如果去过清水市的话 外面还有八桥 啊对 就像三角形的 然后面 像 里面像 我觉得像面 像那个水饺皮 对 包豆沙 包豆沙 或包抹茶 包什么很多种不同的口味 是 那是他们比较 呃就是当地的 比较有名的 对 还有一个八桥 是硬硬的板子 嗯 像乌瓦片一样 啊 然后它是有肉桂口味的 嗯嗯 很浓郁的肉桂口味 那吃起来很硬 脆脆的 对脆脆很硬 嗯 还有在外面 他有卖那个 他们有卖那个抹茶 冰淇淋 哦 霜淇淋 对 我看很多人在排队 对对对 对 那还有就是 我还有就是他们 汤豆腐 嗯 对 然后还有 我觉得都在京都 必须要买 就是他们那个 艺术用的那个化妆品 啊 对 不是好像是用面纸吗 对对对 一个黑白女生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大家去观光客区那边就一定要去逛一逛那一家 嗯 还有在那附近的话其实他们有一些小店都很有味道 嗯 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 真的真的 所以来到京都这个地方不是只有喝茶你也可以去逛逛像刚才讲到那个巴桥就我们家每次都会买很多回来就小朋友还蛮爱吃的 不过这个Betty这边有没有推荐比如说如果真的要去查试的话有没有哪几家是比较推荐的 呃如果从那个我觉得高台是还蛮不错的 嗯 因为它是那个丰田秀吉的老婆 啊 的庙 哦 他在那边过世 然后好像是他的坟墓在那边 是 那因为他好像后来修法维尼 嗯 所以那是他的庙 嗯 那里的话在呃就是秋天很漂亮 它的风也很漂亮 哦秋天的时候 因为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是京都的掃风最好的时候 是 所以如果在那边去喝抹茶 啊 然后又看枫叶很棒 哇很享受 而且它离清水是很近 嗯嗯嗯嗯 所以就是把这些行程包起来了对不对 对 来到这个茶室然后这个很很欣赏这个枫叶的过程对不对 虽然现在机票蛮难订的房间也蛮难订的 机票还好啦 我觉得房间比较难订吧 对啊 就大家都要来这边赏风 因为真的你看像我们Betty刚刚讲到的 你就可以来这边喝茶 穿和服 看这个枫叶然后又去买一些伴手礼回家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行程耶 对啊 是是是 今天呢这个希望大家都可以来透过我们Betty分享的来感受一下这股浓浓的和事风情哦 今天也谢谢我们这个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经济部的Betty 谢谢Betty 谢谢 听见建筑建筑之美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 听见建筑品味生活